淡水鱼深加工 看看铁岭清河的水库鱼有什么新销路 采石厂里养香鱼资源再利用创造高效益 今年荣山羊价格高本西小市养羊的乡亲们热情也很高 大棚车近喀佐粉丝来助阵看看给乡亲们送去了啥实惠 北漂小伙生活轨迹大变样回村养猪做直播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辽内卫视黑土地 大伙儿早上好 我是主持人王博 铁岭的清河水库是水源保护地 因为水质好 这里养出的淡水鱼品质也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今年上半年 因为市场需求量低 水库鱼的销售也遭遇了困境 那么当地又是怎么应对难题 让水库鱼重新赢得市场了呢 咱们一块去了解一下 每天清晨都是清河水库最热闹的时候 经过了一夜的沉寂 收获的时刻总是让人充满干劲 又充满期待 这几位捕鱼的老板是来自山东 走过大大小小的水库 在清河水库捕鱼两年了 每天就是用腰和声迎接这份收获 清河水库是辽北地区最大的淡水鱼养殖基地 现有以青 草 莲 庸 四大家鱼为主的三十余种有机水产品 同时也是水源保护地 为了保持这份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人们的保护与干预非常重要 铁岭市水温局每周都来进行对我们的水质检测 还有铁岭市环保局每月也都对我们水质进行 就是从上 中 下 上游 下游 中游 上游部位进行水质检测 所以说我们是饮用水 所以说肯定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所以说好水出好鱼嘛 这句话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不同于别的水库 因为我们的鱼是不投放任何饵料的 经过多年的水质保护及放油 清河水库平均年补捞量在一百万吨左右 新鲜的清河水库活鱼成一出水 就被各地的客商分装到自己的拉鱼车里 准备运往餐桌 您这是从哪来拉鱼的 从四平 两天来一趟 抖音清河水库的鱼 它不是自己家亚洲天然的 虽然鲜美得人心 但是今年上半年 由于人们卖出采购量的减少 鲜鱼的销售量 还是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眼看鲜鱼销量有限 寒龙和公司上下都着急上火 这可咋办呢 要不我们也来做深加工 可是市面上做鱼肉深加工产品的原材料 大部分都是海鱼 以冻品大块鱼肉居多 多次的淡水鱼能做深加工吗 得多方学习吧 把这个看到人家们产了 也有这种做法 咱们在网上买这些设备 先扒皮 这鱼皮不就扒没了吗 从今年三月份开始筹备厂房 到六月份进入投产 又经过几个月的磨合实验 用清河水库鱼做出来的鱼肉 终于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加工生产了 咱们家有手工饺子 鱼丸 还有鱼头鱼段 我以前在发店工作 感觉很好啊 有那个就业的那个方便条件 要不然疫情期间那工作也不好了 这谁家都是我们都是亲个附近的 以往只卖活鱼 现在有了深加工产品 种类多了 销路也多了 如今这些鱼肉制品 不光满足周边市场的需求 还接到了出口订单 清河鱼是卖得越来越远 回想起建厂之初的担心与焦虑 寒龙的这颗心啊 终于可以放下了 这个鱼啊 万一你做完那水饺和鱼丸 要卖不出去呢 也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调查过就是市场 就是没有 没有卖这种 像南方现在这种加工 大水鱼深加工的厂 也没有这种鱼丸 所以说我们当时走的一步险棋 就是说 抱着地区成功的态度 没想讲 现在走的非常对 非常好 非常激动 很开心 刚刚这水库鱼呢 大伙都认识了 但是香鱼您认识吗 几年前呢 有人尝试在鸭绿江里 养殖香鱼 获得了成功 今天呢 我们要说的这个养香鱼的地方 挺特别的 在采石场的矿坑里 到底是谁呢 为啥要在这儿养鱼呢 我们一块去看看 季连云今年在东港市 十字街镇安全村 投放了五十个网香 共五千为香鱼苗 经过四个月的生长 工人们都在紧张地 起网收鱼 而今年的丰收 对季连云来说 意义可不一般 眼前的这片水域 其实是一个实矿坑 水深可以达到二十米 在开采过程当中 导致地下泉水上涌 慢慢地形成了 这么一片水域 已经荒废有六七年了 同行都说 老鸡又疯了 这个地方怎么能养鱼呢 这个池的 要是养鲤鱼 养莲鱼 养四大驾鱼 那鱼类吧 它又要负营养 里边水要含大量的枣 微生物 富有生物 它才能生长好 这个矿水 泉水呢 山泉水 这一类的水啊 它汗这些东西物质 非常少 季连云搞水产养殖 几十年 作风向来是 敢为人之不敢为 他得知这里的矿坑 一直荒废之后 就立马采了水样 回去化验 又结合香鱼 洗冷水的特质 决定再次一搏 搞香鱼养殖 它是石坑 它不汗一些矿物质 要是矿坑就不行了 它不汗矿物质 再是周边呢 它地势较高 实际上就是 地貌来说 就是个小电池 它不是地瓦 污染水都可以进来 它不可以的 泉水进来 就这么多泉水 周围啊 考察了一下 没有能源养殖 畜牧养殖 没有工厂 说这几样 从环保上都具备 所以我就定位了 搞 鸭绿江湘 鱼是纪连云一手繁育养殖的 以前都是在鸭绿江上 原生泰水下养殖 换生长环境还是头一回 果不其然 初次来到矿坑的香鱼 出现了不良反应 它就发带 发带 没食欲 厌食 行动缓慢 那就得干机制调整 要不然就要出现问题了 好在纪连云早有准备 立马加上增养设备 把矿坑当成一个鱼缸 氧气不够 设备来错 下面这个氧气啊 就是这个氧气盘 从这里一些微孔打出来 打出来就水 出来微孔爆气 像鱼是一个 高永氧水域饲养的鱼 它在自然状态下 它是在河川 降流 它喜欢那种水质水流 那这个水死水 它就不行了 不行 水质可以打到 水流条件打不到 怎么办呢 就得克服这个问题 只照人工的水流 要水动起来 来解决这个问题 水质水温水流 多方面的调整适应 才让小香鱼 在矿坑里安了家 预计今年 这里的50个网香 共能收获150吨香鱼 不光实现了资源再利用 香鱼在施矿坑 实现了成功养殖 香鱼的销售 也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把这个保险度保得最好 越快越好 辛苦一点 快一点 这个进 你们把这个装起来 我看我们这鱼是下午 三点多钟开始捞了 现在才五点 就是一马 这就马上就进库了 保险度在最佳的时刻 出口近年 基本就停止了出口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派出销售团队 到南方去 主动去推销市场 推广我们的产品 结果呢 你去了 还真的挺好的 返回了信息 现在前方还有没回来的 但是信息回来 就我们这东西 今年是肯定不够卖了 以前呢 是顾客不知道 我们亚路江有这个东西 你对解上了 结果效率很好 香芸从一开始的宾威物种 如今成了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齐聚的养殖项目 离不开所有养殖人的坚持与挑战 看到香芸与丰收 今年已经六十多岁的季连云 内心依然翻涌着挑战不可能的热情 小夫妻还不行 我还想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为大自然做点贡献 为资孙后代 我这个说过几次了 其实我失踪没实现 把青山绿水 就希腊大带给我们提 好走 我真想 这么英明的领袖提出这一点 我老既在游生之年 而我研究这个成果 可以大自然秀武上 做点贡献 这搞养殖呢 别管是选择什么品种啊 多大的规模 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市场 根据市场需求量来定 比如说养羊 今年这羊肉的行情呢 就不错 把大伙养羊的热情啊 也带动起来了 咱们到本西的小市镇去看一看 本西县小市镇夏浦村的张孔柱 养羊养了16年了 家里有120只荣山羊 在当地属于大户了 这几天总有人来到他的羊社 询问养殖荣山羊的事 工作职务这两年 能够车给朋友拉羊 我有的养羊就打算 我也准备今年抓点羊 各家养一养 今年羊价特别高 养点羊我估计能增长 这几年羊肉价格稳中有升 养殖户们的热情也被带动了起来 张孔柱决定 今年再往多了羊 增加到200只 一个母羊产值达到2000多元 那那个供养呢 那个供养也挣钱 供养1700块钱吧 谢志鹏养荣山羊养了十多年了 和村里的普通养殖户一样 一家也就养60多头羊 今年到他这来收养的人啊 能给到19 20块钱 这可比去年高出了四五块钱 看到养羊行业越来越赚钱 他也有了大动作 本地荣山羊这几年越来越受到市场认可了 不但本地人来收 还有大老远从外地过来的 本地荣山羊皮是好养活 张孔柱家的羊虽然多 广站工作 与荣山羊打了40多年交道 退休后被别人请到了养殖场 管理1000多只荣山羊 他说啊 荣山羊浑身都是宝 等到四月份前后剃羊毛的时候 养殖户又能获得不错的收入 现在讲套着毛 就是什么叫套着毛 就是连拥带毛一起剃呢 就叫它套着毛 套着毛应该在150块钱 134块钱 现在天气逐渐转凉了 但是养羊的热情在当地持续升温 原本的养殖户准备扩大规模 也有不少人跃跃欲试准备加入进来 希望咱养羊的老百姓们 都能够腰包鼓鼓 接下来咱们关注三农领域的新鲜市 进入今天的天下三农 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公安部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 联合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执法行动 执法行动关注重点 包括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农贸市场 以及食品批发商 小餐馆 校园周边小超市 小商店 元旦 春节 端午 中秋等节令食品集中上市的时间节点 生产经营 劣质月饼 粽子 元宵等节令食品 肉制品 乳制品 婴幼儿辅助食品 白酒 调味品等等 一旦发现有假冒伪劣可吊销 许可证的一律吊销 符合处罚条件的一律从严处罚 如果涉嫌犯罪 一律移送公安机关 毫不客气 农膜带来的好处不用多说 但不合格或使用过后处理不当 很容易造成污染 目前 在辽宁省废弃农膜回收率已经达到了85.97% 到2025年 全省基本实现地膜全回收 地膜残留量零增长 同时 严禁生产和销售厚度小于0.01毫米的巨乙烯农用地膜 这样从源头入手 活省构建起农用地膜污染防治全链条管理体系 农膜使用回收物污染 乡亲们种地才能更放心 前些天 一段居民家中自来水可点燃的视频可真是火了 根据辽宁盘景大挖区区委宣传部公布的调查结果 该居民所在的四营屯自来水源来自于深层地下水 因少量天然气串入水层 在采水过程当中将天然气带到地面 因为该区域自来水站的蓄水装置正在扩容改造 临时采取的地下水只供导致少量天然气进入自来水管网 造成可燃现象 问题被曝光之后 当地对全区自来水源进行全面排查 目前居民日常用水 用水车送水的方式来解决 当地的自来水服务站站长已被停止 而他面对媒体调查脱口而出的 这个不是我考虑的 这句话也成为了备受嘲讽的网络流行语 这滴溜着两大袋雪是干嘛呢 答案估计让你想不到 炖雪取水用 前段时间啊 吉林长春大学一些居民家里停水了 虽然工人师傅在抢修 但是需要一段时间 下雪没水用可咋整呢 当地有居民便就地取材 到户外用袋子装了满满一大袋的雪 回家用铁锅煮化之后冲厕所使用 这一操作呀 让网友直呼有才 有网友调皮的说 看样子铁锅不仅能炖大鹅 还能炖一切呗 期盼了大半年的三万只羊羊们来了 怎么分配呢 现在终于有了答案 前些天 湖北武汉市举行了蒙古国军赠羊接车分发仪式 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 所有军赠羊不得流入市场 把这些羊共同分给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当中 参与湖北保卫战 武汉保卫战的省内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 一线医务工作者 还有全国各地原恶医疗队 以及在湖北省抗击疫情工作中 因公殉职人员的家属 分配情况要通过湖北省慈善总会及时对外公布 这样的分配方案得到了公众的一致认可 非常支持 一边是城市舒适的高薪工作 一边是家人不理解的农村创作 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选呢 两年前 当时26岁的河南小伙大薪 放弃了大都市的高薪 回到家乡参与改造美丽乡村项目 每天在街头巷尾的墙上做画 他一笔一笔画出的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墙画 将灰线一个普通的小村庄 变成了世外桃源 让村子变得更有朝气了 村民们对此更是赞不绝口 不过大新妈妈却非常担心 这当娘呢可真是操碎了心 您就放心吧 您儿子不仅不会娶不到媳妇 这样有追求的小伙子 一定能给您带回家一个好媳妇呢 前些天在山东济南2020张秋大葱文化旅游节上 张秋一葱农种出了一棵长2.532米的大葱 打破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比上一次记录增长了近两厘米 旅游节现场根据大葱的高度 直径 葱白的长度等多项指标 评选出了张秋大葱种植状元 奖金三万 张秋大葱以高大脆白甜而闻名 有着2700年的种植历史 在当地的种植总面积已经达到了12万亩 年产量6亿公斤 年产值7亿多元 是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农作物 过去要是说谁 还没有大葱高呢 是一种调侃 而现在可真的成为一种可能了 今年夏天受台风的影响 丹东地区风大雨水又多 不少种玉米的乡亲担心坏了 就怕影响玉米的收成 但是丹东镇安区同兴镇 同兴村的乡亲们却没有这么紧张 为什么呢 咱们跟着胖鸭一块去瞧瞧 今年在开车的时候 胖鸭就给我们乡亲们 介绍了好几款咱海土地推荐的包米仔 向丹东今年改上了春烙 秋烙 还有掐脖汗 也不知道这块大宝米种咋样了 胖鸭决定呢 进村瞧瞧瞧 今天应该说是灾年了 今天比较灾年 那么它保持这嘴边 这就老人想了 别看是灾年 今年这收成 乡亲们还挺高兴 为啥呢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 种子选对了呗 沈东大L570 今年在丹东地区表现还是不错的 我手里拿了一个棒 是十八趟 十八趟 是我们密质或半密质品种的一个黄金比例 是个胶脂粮的黄金比例 再看这个粒 大马牙 大马死粒 轴 是一个就是 我大小的时候就能挡住 轴细粒 而且胶脂粮 它容忠非常高 所以它的产量啊 比细枝大半要有一个很大块的一个提升 光种子好 其实也就成功了一半 好种啊 还得配好肥 再配上哈达山的复合肥 那效果自然是刚刚的了 当然是好了 你看今天这个 用这个咱们这个做的 所有咱们用这个哈达山这个玉米的 谁家也没 基本来说没豆腐 链头比较小 它也没豆腐 而且保持玉米长的都比较零响 比较不错 今年的咱黑土地给大伙推荐的玉米新品种 h55 它适合什么样的地块呢 我们一块去看看 黑土地的汇农大豐车又开出来了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站 到达了海城的桑苏村 接下来我们大豐车就要一直在全省走了 不一定哪天就开到你家了 今年我们还是一样给大家送欢乐送服务 送产品送技术 等着咱们呦 现在我手里拿这个就是咱们 最新改良最新推出的h55的样貌啊 咱可以看到这个样貌啊 它的长度能达到二十三十公分长 细航数是十六到十八行 咱可以看到它的分领性非常好 不凸件啊 没母地呢 就能给咱们征收一百斤到二百斤的产量 咱再开一下它是米质啊 拌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轴非常的细 小细轴 指力非常深 成深麻尺形 再一个可以看到 激黄激黄色的 这些全是角质度 什么这个包米是属于胶质量 这个品种的种植时间和种植密度啊 一定要掌握好啊 建议大家啊晚种啊 最好是在五月十号前后左右种植啊 最为适宜啊 但它的种植密度啊 千万不要过密 一定要科学合理的种田 这些H55呢 种植密度啊 建议咱们五十左右的笼啊 建议种植到九寸到一尺左右啊 是最为适宜的 咱们黑土地的汇龙大棚车啊 开当的就把我们的好产品好技术好服务送当的 看好多乡区们啊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赶到现场的 如果您啊不能到达我们现场也没关系 打我们4006818801也可以享受同样的服务 那啥样的玉米品种抗倒又文产呢 看一看下面这个怎么样 那就是底下 有的底下就是一个棒上就几个粒 最先倒的那场风 那就没棒都已经倒了 你说那能抗倒吗 那品种 在地广仁西的内蒙古地区 虽说是十年九旱 可今年的频繁降雨 却让个别地块的苞米啊 没能扛住 连加上三场台风 四场大风了 最先那场呢 不是台风 就是大雷阵引起的 就是现在我们这有的挖地的话 现在都已经水稜了 那有的干脆就绝产了 有的它那个最先倒那个 都倒在水里头都已经烂了 有的品种 你看这薄的有的品种就不行 但有的品种特别好 就像这去那吗 这跌这是相当不错了 我去年这块地的话跌 就是单产就是一亩地跌 它跌1700左右 今天公布的话 瞅这个棒形 现在的话 指定是超过去年了 初 往下还云镜 风顶性还好 主要是 咱说你要是这个品种 你要是突真大一个尖子 上面就是说 一亩地如果是4000株的话 你这真大一块尖子 这得多数差点 一年又一年 一茬又一茬 品种连轴换 红射738在今年算是经历了大风大浪 停住了 咱们黑土地的惠农大棚车呢 本周的行程啊 仍然是在朝阳 今天在陵园市四河当镇大集院内 明天呢 在建平县罗浮沟湘大集院内 朝阳的乡亲呢 挺给力的 每场活动都大老远的来支持 这不前几天在喀佐 不少咱黑土地的铁杆粉丝都来了 咱们去现场看一看 咱黑土地啊 自从创建了直播间之后 就在网上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 您看我在现场发现谁了 大哥 风雨人声录视你不 对 从哪过来的 从二十多里地 二十多里地呢 就是看咱直播过来的 对对对 就看看你们 看咱来 对对 去年大风车都来了 今年咋还又来了呢 还是店看看中文化的 爱看我们这个直播 早上起来就基本上不辣 关注老百姓们 嗯 给老百姓带来死回来 这种子啥的 嗯 籽肥啥的也都用过 用过 嗯 这体验咋样呢 挺好的 嗯 信到你们黑土地了 那今年买的啥籽啊 中的L570和那个 红色1899 打的量打的咋样 还可以 我们黑土地 混同大风车已经走过了好多场了 已经收获了一大批的追随者哈 那么胖牙也是特别感谢大伙的喜欢和信任 当然了只要您也是我们的粉丝到现场 胖牙就有小李云赠送哦 不少年轻人呢喜欢到大城市去闯荡 辽阳市清河区的江凯生呢就是一个90后北漂 但是现在呀他放弃了北京的工作 选择回老家养猪 那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他选择回乡呢 他又会怎么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呢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我叫江凯生 今年28岁 我是个知识的北漂 在北京漂了4年了 做过这个短日贫的运营 对于城市的生活呢还挺喜欢 现在的生活怎么说呢 以前我那时候啊 出门全是地铁啊打车地铁啥的 你看现在基本上就是猪 天天看猪 哎呀 回到了辽阳县太子河区的老家 天天与猪为伴 这让江凯生的妈妈心疼的同时也很不理解 从小她是娇生乖养的 咱们就是让她学习 也不让她干活 什么活不让她干 就把她上一个好的学校念个好的大学 小江北漂归来的消息传到了家乡里 一下子就炸开了锅 就没有一个人看好她 一个是叔叔想过她 而再一个是葛那个外地刚回来 那干啥呀 什么也不能干呢 你说她来北京说挺好的 那回来干啥呢 让他们输我呗 然后看我行动呗 原来江妈妈在当地是个养猪大户 养了一千多头特色猪 您瞧 这个给猪放风的场地里 里面的猪是一个比一个欢式 你看她这种毛 这很硬很硬 跟那个野猪差不多 有点扎手 扎手是吧 是特种野山猪 是纯野猪和家猪 和东北黑猪 还有多洛克 他们三元四是扎角的 现在是第四代 这四种猪产下的后代 抗病能力强 耐粗似 江妈妈选择养这种有脾气的猪 最重要的就是看中了它们的肉质 贴在这个肉皮上面这一块是叫铁皮油 我们这块铁皮油非常厚 厚代表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猪 一个是养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这个瘦肉你可以看出来 我们这个瘦肉有纹理 你看它是有肥肉 瘦肉当中有肥的 有纹理的 江妈妈计划的很好 等这些猪长过一年就能出栏 到时候就能坐着数钱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今年遇上了疫情 猪一下子就卖不出去了 当时看它们都丑 一天吃了很多饲料 也卖不出去 然后这边也没人上门来收猪了 所以非常丑 就是想放弃就是不想干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小江回来了 在北京生活的这四年里 他见识过 也吃过不少好的农产品 家里养的猪品质也并不差 他回到家第一件事 就是想扭转眼前的困境 北京有一些的那个那个超市 卖的去也挺贵的 然后也是那种就是 杂交成的那种野山猪 然后我看的肉质啊 是跟我们还是很差不多 然后我一看的价钱 一百六七十 然后我都一斤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我非常惊讶 然后我说那这么贵 然后还修炼还挺好 还有人买 这次回家 小江一是想把猪肉卖出去 二是他还想着家里高品质的猪肉 值得卖个好价限 这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是如何做到的呢 哎呀以前我属于幕后工作者 属于这个运营编导 然后这一块我以前就真没介绍过 然后包括现在大灯光啊 我现在都已经是职业的了 包括怎么摆啊 怎么去那个设计啊 现在都我一个来 然后剪辑 现在都一个来 现在你看我这头衔 你看这西服 都已经是什么大人模样 这个手上的立在哪呢 每次开直播 对于这个小伙子来说 就像去相亲一样 在疫情期间 他在网上积累了不少客户 这期间 他还发挥之前工作的特长 将一些作品剪辑以后 放到网络上 现在我这个整个剪辑视频呢 然后因为我们平时以前呢 就是都拍那个主 然后感觉自己没啥 感觉没啥意思 然后我就不行了 就整点小动画那种的 然后让它动起来 然后去通过剪辑也好啊 通过什么也好 然后让它那个更有趣 每天的行程是满满当当 上午把自己打扮帅点吸引人气 到了下午的时候不用露脸了 就直接穿上防护服 把直播间从家里搬到猪舍里 带大家看猪 那以前我不会穿 老板这玩意儿整坏了都得 哎呀 现在就妥了 现在基本上 就是一下就穿上去 你看啊 给你表演 一秒算一 看嘴一下就散了 各位老铁们啊 看啊 这个 来到展展猪 展展猪见了啊 给大家先看看这个小猪啊 看啊 这一块 这一块是属于咱们那个 都有仨月了啊 您想定头猪啊 定猪 那咱还有几本啊 还有两个月左右吧 然后咱那个能出来 然后 然后大约现在 市场价 咱们这边猪 是40块钱左右 一斤 虽然咱现在光看人是不股啊 然后但是 但是都是奔着这个 定主这个人 然后每天 咱这个直播的时候 都有一样头猪 已经定出去了 就是这么一顿折腾 疫情期间 小江硬是帮家里 定出去了300头猪 这期间 他也克服了不少困难 最开始就这个味儿 受不了 那个上头 但是现在我要是不闻 天天都难受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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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猪就属于咱们 猪床里的明星猪了 这是咱们最大的种猪 这一猪刚开始的时候 我可是不敢碰它 那那个 害怕 瞅他刚开始 你说这块头在那的 但是现在就没事 现在就比较熟了 跟他说是天天打交道 我还是属于熟了 咱俩说熟了 哈 哈喽 哈哈哈哈 现在的小江 通过自己的行动 证明了自己 人也变得更加成熟自信了 每天与共同养猪的 合作伙伴一起开会 大家都比他年纪大 可是都挺他的 我只是说那笑话 我只是说昨天 哎 销量还挺好的 这边应该是卖出去了 是五百多年是吧 换一种思维 换一种角度吧 因为现在很多 我们的外星可能 看到我们这直播的时候 是感觉我们这个 做挺好的 我就是个养猪子 对于来说 就是现在是说 科技是发展 说什么导演啊 快手啊 这个我不懂 通过它就是 进来之后你可能更好一些 然后现在每天那个盯住吧 也就是说 越来越多了 家里的猪不愁卖了 有钱一起赚 小江今年还成立了合作社 拉动了周围三十户村民 与他一起养猪 咱最好是大家一起这个赚这个钱 对不对 一起富裕 对不对 这个猪杆和这个母猪都他们给提供 晚上之后呢 这个猪杆和这个 你怕这个有风险 人家这个合作社 人家回收 这个猪杆你是六百到八百 那个技术不等 对不对 还有技术卡是回信的 晚上这个玉肥这个猪 你是十二 你肥是十二 小江回村 满打满算快一年了 偶尔他还是会想起 大北京的车流不息 五光十四 他们都会去玩 这以前就是我跟同事一起做的 这样 这种环境 就在这儿 现在也有同事问我 问我干啥呢 就是说养猪呢 不管是在北京的时光 还是回老家养猪 小江说 他的人生就像一首歌一样 酸酸甜甜就是我 常过不被理解的心酸 才能收获甜甜的事业 他相信不管在哪里 是金子总会发光 今天的节目内容呢 就是这些了 惠农大棚车呀 正在给大伙送服务呢 本周的行程呢 还是在朝阳 今天在陵园市四合当镇 大集院内 明天呢在建平县 罗浮沟湘大集院内 好种好肥呀 全都给您送到家门口 朝阳的乡亲们 千万别错过来 其他地区想买好种肥的